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 也注意到近期美国战略轰炸机航母作战群平线半岛 我想强调的是放任半岛形势继续限于僵局 不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 中方呼吁有官方正式半岛争结 停止对抗施压 以实际行动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关于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作用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 朝鲜半岛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症结是很清楚的 中国不是主要的矛盾方 解决问题的钥匙在美方手里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方一直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我们也将继续积极维稳促谈 推动早日实现半岛的长治久安